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这样的事 一般都是一尸两命 要么进猪笼 要么被火烧死 一种传统上的恶俗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传奇故事 少女山中逢白莽蜕皮 昏过去 一觉醒来 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她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让我们进入故事 在蓬莱仙岛下有一叫万柳村 村子周围群山环绕 绿荫相拥 风景美不胜收 又因为居蓬莱仙岛附近 所以古往今来 来此游览之人来来往往 从未间断 也促进了万柳村 成为异常繁华之村 万柳村大约有三百多户人家 村民经济来源也各有不同 有采药为生的药农 有农耕为主的农民党 当然里面也是有贫有妇 而有一姓万人家 家里有三人 丈夫万虎 妻子赵秀 还有个女儿万灵 万虎是一屠夫 谁家要杀猪宰羊的 都会来请他 还开着一家肉店 赚的也不少 然而万家还是紧着裤腰带过日子 村里都知道 周万虎喜欢赌博 白天忙完店里活 和村里几个人聚在一起 便开始了 他自己倒快活了 可是却苦了赵秀母女 即使平日省吃俭用 家里也攒不下钱 而赵秀却又不敢说他 一说他便招来一段毒打 很多人都劝赵秀跟万虎离婚 可是当时女儿万灵还小 赵秀不忍心 这事以后也没再提 提起这万灵 跟他爹一样 是村里的大名人 当然与他父亲不一样的事 大家对他都是好评 万灵十六岁长了一米七的个头 一张鹅蛋脸 配上精致的五官 雁如桃花 是村里的大美人 很多男子看到万灵 直流口水 奢望有一天能娶万灵为媳妇 向来有十读九书说法 时间长了 那万虎欠下了一批赌债 到后来 万虎开的肉店被人占了敌赌债 但这样也没还清 天天有人上门来催债务 说再不还钱就要了万虎的命 这样过了两年 万灵十八岁那年 村里开始陆续有人上门来提亲 家里多少都有些钱 而这些求情里面最有钱的还是 当属村里正孙奎家里 这孙奎当时的职位 相当于现在的村长 在村里话语权很大 村里大小事物都由他说了算 而这孙奎只有一个独子 叫孙奎 对他疼爱有加 凡是儿子想要的 哪怕再难 他都会想办法弄到手 而这孙奎自小被宠坏了 天天游手好闲 有很多女孩知道 他是李正的儿子 家里有钱有势 经常朝他抛媚眼 而这孙奎是来者不惧 所以一些不自爱的女子 都成了他手中玩物 玩玩就扔 刚十九岁 家里就有三个媳妇了 而孙奎自从见到 美若天仙的万灵 三魂七魄都被勾去了 逗些了 回家向孙奎夫妇撒娇 要娶万灵 做第四个媳妇 当夜 孙奎一家便来到万奎家 那万奎还以为要账的 吓得躲在茅房里 后来见是李正 才放心走出来 而赵秀则促起峨眉 心道 这孙奎是不落五毛之地 想必是为了灵儿 可这孙奎 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那万灵看到脸色苍白 以赴猥琐模样的孙奎 万灵把头转向一边 古兄弟 我就不拐弯了 此次我们来的目的 想必你们也知道了 是为了两个孩子的婚事 小林也到了结婚的年纪了 那孙奎说道 赵秀母女还没说话 那万虎却一脸惆怅说道 奎哥 你也知道 兄弟我就这一宝贝女儿 养了十多年 现在说嫁就嫁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那孙奎盯着望虎看了一会儿 随后笑道 你放心 灵儿只要嫁过来 我们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听说你现在欠着近千两的赌债 这样吧 那些债我帮你还上 另外再给你们家五百两的彩礼钱 这样你们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一千两还了债务再给我们一千两 灵儿就嫁过去 万虎坐地起嫁说道 等等 小慧家里不是有三个媳妇了 赵秀终于忍不住了 出口问道 这不是你管的事 行 就这样 这两天我把银子送过来 三天后 灵儿嫁给小慧 孙奎说道 后孙奎一家人起身离开万古家 李正一家走后 那万虎大笑起来 一身轻松 自语道 现在终于不用再烦心债务问题了 可以睡个好觉了 你怎么能让灵儿嫁给那样的人 他的名声 全村都知道他是个放荡浪子 你这是把铃儿往火坑里推 赵秀生气地说道 往火坑里推 哈哈 养女儿是做什么的 就是用来卖的 不然有什么用 我是这家的主人 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铃儿 你这两天准备准备 嫁过去 那万虎看着低头不语的万灵说道 过了几天 那李果然按照约定 把万虎欠下的债务都还上了 还送来一千两银子 那万虎收到银子 当晚便拿着银子又去赌了 而这几天 碧月修花般的万灵 要嫁给孙慧做小妾的消息 也传遍了全村 村民听后 很是生气 说道 那么漂亮的女孩 竟然嫁到李正家做小妾 也不知道万灵父母怎么想的 不管村民怎么说 可是结果还是改变不了 万灵还是要嫁过去 却说三天后 万灵家一片喜庆 万灵坐在梳妆镜前 一袭红妆 望着镜中的自己 双眼红起来 而一旁的母亲赵秀 看着女儿忧伤的脸 欲心不忍 眼面乌溢起来 而那万虎早先一步 到李正家中做喜宴上了 灵儿 赵秀叫道 万灵回过头微笑看着母亲 说道 娘 你不用再说了 我嫁 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 灵儿 你走吧 离开村子 永远别回这儿了 赵秀突然起身说道 娘 万灵不可思议地看着赵秀 赵秀过去摸着万灵眼 眼中含着泪水说道 灵儿 你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更是娘的心肝宝贝 娘不会眼睁睁 看你掉进火坑不管的 轿子还没来 还来得及 娘拖一下时间 万灵听后 一把抱住赵秀 哭道 女儿不走 我走了 娘怎么办 赵秀看着窗外 说道 娘已经四十了 人老珠黄了 你不用管我 快走 赵秀推开女儿 给她收拾了行李 把自己存的五十两银子 递给女儿 把她送出门外 赵秀乌也道 灵儿 一直往前走 永远别回头 万灵抹了把泪水 朝村外走去 赵秀回到房里 看着女儿 换下来的红装 解开衣服 换上 后把红盖头 盖在自己头上 坐在屋里 静静等待着 过了有一个时辰 万虎家外面 响起迎亲的唢呐声 喜婆走进屋 扶着新娘坐进轿子 迎亲队伍朝着李正家 浩浩荡荡行去 而另一边 离家出走的万灵 爬上山顶 看着自己家的方向 想起母亲 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 又朝前面走去 走了有两个时辰 已经离万柳村很远了 万灵这时也走累了 坐在一具石上休息起来 起料万灵坐下没多久 从不远处传来一阵骚动 万灵花容失色 以为被发现了 起身就要走 可是发现声音不对 有点像地震那动静 万灵停下脚步 看向意想传来的地方 是一山谷 万灵心里生起好奇心 随后朝那走了过去 万灵来到一大树后面 看向山谷里面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愣住了 此时一条树杖的大蟒蛇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正在褪皮 而最为奇怪之处 是那白蛇身形发生了变化 在白蟒蛇头上 伸出一对鹿角模样的东西 腹下伸出四只脚 身躯上有荧光闪闪的鳞片出现 万灵心道 难道这白蟒蛇要变成龙 小时候 他曾听村里老人说白蛇活过千年 便能化为龙 没想到是真的 而这时在山壁上一只巨型血色蜈蚣 正朝白蟒蛇爬过去 看这样子是要偷袭正在褪皮的白蟒蛇 万灵心里不禁为那白蟒蛇担忧起来 万灵看了看周遭 捡起一石头 扔向那武功 那武功听闻动静 转头看向万灵 万灵心一慌 转头就要跑 起料没注意脚下一根长出的树根 绊了一跤 身子失去平衡 朝山谷坠了下去 一下砸在那白蟒蛇身上 万灵摔了个七荤八素 起身 那武功一看是人类少女 又看了看马上退完皮的白蟒蛇 朝着白蟒蛇头部飞了过来 万灵看到那武功精朝白蟒蛇飞来 挡在白蟒蛇身前 后臂上眼 手持一根木棍胡乱挥打起来 嘴里喊道 走开 走开 那武功精看到 挡在白蟒蛇身前的万灵 在半空停了一会儿 而那白蟒蛇此刻也退完皮了 正是应心的身体 武功精双眼发起红来 后张开血红大嘴 朝着万灵地方 吐出一片粉红色烟雾 万灵闻到一股奇异香味 有些香甜 却没过多时 昏了过去 而这时那白蟒蛇动了 疼到半空中 那条血色武功精见词 转身就要逃 起料白蟒蛇张开嘴一吸 那武功身子倒了回来 这时白蟒蛇开口说道 你就这点本事吗 只会偷袭 活了几百年白活了 我送你去重生 你不能杀我 刚才我喷出的粉色雾气 是一种剧毒 只有我才能解 你是没事 但那救你的人类少女 可就危险了 武功竟也能说话 白蟒蛇望了一眼山谷中 昏迷的万灵 起料武功精这时 想趁白蟒蛇出神时 再次发起偷袭 白蟒蛇转过头来 不再犹豫 多看武功的偷袭 一下来到半空 身躯在云中迅速转起来 这时武功精头上乌云密布 伴有阵阵闷雷 武功精见识不妙 就要逃跑 起料几道雷飞速而下 等乌云散去 那武功精化为了一团飞灰 这时白蟒蛇来到万灵身旁 咬身一变 化为一百一少年 十七八岁模样 俊朗不凡 他看着万灵 心道 那武功精应该是骗我的吧 谁料这时 昏迷的万灵浑身变得粉红不已 昏迷的万灵满脸痛苦表情 嘴里喃喃自语道 好热 好热 身体快爆开了 那白衣少年看到万灵这样 脸色凝重起来 抱起他 剑步如飞 来到一大壶水中 把少女放进去 本打算降降少女的体温 谁料万灵体温不仅没降下来 那壶水反而沸腾起来 白衣少年看到此 泛起愁来 谁料这时 一双手紧紧抱住了他 白衣少年看过去 是万灵无意识抱住了他 白衣少年看着美不胜收的万灵 咽了口水 因为白衣少年是白蟒蛇 身子体温很低 万灵抱着他反倒舒服起来 而白衣少年盯着万灵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后把万灵放到地上 解开了两人的衣服 过了又一刻钟 白衣少年给万灵穿好衣服 自己又穿上衣服 而这时万灵体温也降下来了 白衣少年看着万灵说道 姑娘 情非得已 对不起了 随后化为一条白龙 引入半空消失不见了 过了有半天 万灵被一阵凉意惊醒过来 睁开眼发现天已经黑了 而那条化为白龙的白蟒蛇 和蜈蚣精都不见了 他起身朝着山谷外走去 摘了几个野果 惊一下饥饿 后走了几步 却看到两头狼 正咬着两只兔子 来到一只老狼身边 把兔子放到老狼跟前 老狼吃起两只狼带来的兔子 万灵看到这一幕 想起母亲 不禁善然泪下 后擦了擦泪水 说道 娘 原谅女儿的任性 你不愿看到女儿受苦 灵儿也不忍心你受罪 后朝着村子方向走去 万灵走了三天 却发现自己竟然迷路了 她在山中转来转去 走了三个月才找到回家的路 万灵来到村口 村民看到她 纷纷低头讨论起来 万灵看着自己有些凸起的肚子 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无缘无故肚子大了起来 时常恶心想吐 不过现在她不在乎这些了 最关心的是自己母亲 万灵在众人注视下走回村子 当她走到村子祭祀天台时 看到台子一根木头上绑着一个人 遍体鳞伤 憔悴不已 万灵流下泪水 跑过去 喊道 娘 你怎么了 娘 你醒醒 那人正是赵秀 话说当天轿子到了孙奎家 她穿着女儿的新娘服 刚走进孙奎家 拿孙奎一下接下红盖头 却发现是赵秀 当即大怒 追问万灵去处 谁料赵秀死活不说 后来那万树和李正一家 把赵秀绑在祭祀天台中央 每日给一顿饭 一顿水讯 可是赵秀死活不说 女儿到哪了 赵秀听到一熟悉声音 睁开眼 当看到是女儿时 眼睛红起来 沙哑说道 谁让你回来的 不是不让你回头的吗 你这孩子 万灵哭道 娘 你舍不得灵儿 灵儿也舍不得你 而这时听闻万灵回村的 孙奎一家和万胡赶来 当看到万灵时 拿孙奎脸上露出狂喜 可当看到万灵有些大的肚子时 皱起眉头 她上去一把抓住万灵手 问道 你肚子怎么回事 该不是怀孕了吧 这时众人看向万灵 万灵甩开孙奎的手 与你无关 这里有狼中吗 有狼中出来一个 孙奎大叫道 这时一老者走出来 来到万灵身边 拔起万灵脉搏 叹了口气 说道 哎 是喜脉 众人听后 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没想到平时看起来 善良老实的万灵 竟会做这种事 未婚先孕 她 贱人 孙奎 孙奎听到老者说的话 删了万灵一巴掌 在她心里早把万灵 当成自己的女人了 怎会接受这种打击 虽然只是她一厢情愿 小灵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赵秀台起头 担心地看着女儿 而台下村民也交头接耳 说起话来 没想到这么老实的一个女孩 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 真是看走眼了 娘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山上昏迷过去 醒来就这样了 万灵看着母亲说道 放屁 你自己能怀上 不过已经无所谓了 按照咱村子的习俗 如果未婚先孕 要执行火刑 来人 把这丢咱村子脸的建货绑了 立即烧死 那里郑孙奎说道 这时众人看了看 后走出几个人来 看着万灵先是摇了摇头 后把招秀放下来 把万灵绑到木桩上 在下面放上木柴 招秀看到女儿要被火烧死 要去救她 可是被村民拉住了 说道 她丢的不是你们家的脸 丢的是全村的脸 知道吗 这时孙奎亲自手持火把 过去点着了木柴 嘴角上扬看着万灵 小声说道 你不是不愿嫁给我吗 那就去死吧 招秀看到火中的女儿 就像疯了一般 正脱开众人 咆哮火中 有村民要去拉她 启料孙奎说道 既然他们母子要团聚 就成全他们吧 火烧得越来越旺 招秀不顾火事 跑进去要解开绳子 启料这时在两人心中 响起一道声音 大娘 不用姐 你在火里不要动 万灵母女看了看彼此 一脸疑惑 而场中的村民 看到火中的两人 嘴巴越长越大 本来被烧死的两人 此刻去一点事也没有 连衣服也没着火 在两人周遭出现一层白光 护住了母女 这是怎么回事 孙奎暴跳如雷倒 而这时 晴天突然变得乌云密布 村民抬起头看向云中 里面有一条白篓若隐若现 还伴有阵阵闷雷 不对劲 快走 那时孙奎望着天上的乌云 心里起了不祥的预兆 孙奎转身朝家跑去 起料没跑几步 咔嚓一声 这时乌云中万雷劈了下来 村民四散而逃 这场雷持续了一个时辰 乌云散去 场中除了万灵母女站着 其他人都倒在地上 万灵母女不可思议地看着场中发生的一切 过了一会儿 躺在地上的那些村民 有人发出呻吟声 原来并未被批死 只是昏了过去 但是也有人被批死 不知道是报应 还是不走运 那孙奎一家 还有万灵等平日在村里名声不好之人 倒下再也未站起来 村民起身看了看周围别批的坑坑洼洼的场子 一阵后怕 而就在这时 一条白龙飞下来 将万灵母女带上天空 飞走了 有村民看着离去的白龙和万灵母女 惊到万灵到底怀了谁的孩子 万灵母女只觉一阵风驰电掣 来到一山顶 那里有一座宅院 母女两人正疑惑间 这时一百一少年出现在两人面前 白一少年含笑走向两人 万灵问道 你是谁 被你救下的白蟒蛇 白一少年笑道 啊 是你 你没死啊 太好了 万灵听后喜道 我问个问题 灵儿肚中的孩子是不是你的 这时赵秀走出问道 白一少娘挠了挠头 说道 那日情况很糟 算了 你救了我娘 算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这事我不追究了 不过你得照顾我们的生活 万灵低下头有些脸红地说道 真的 你不怪我 太好了 放心 今后你和大娘就住在这里 需要什么东西 跟我说就行 白一少年笑道 就这样 万灵母女再没回村子 在那大宅院住了下来 那里生活什么都不缺 而白一少年 对母女很好 在孩子出生前 两个年轻人听赵秀的话 还是举行了一场婚礼 过了几个月 万灵生下一队龙凤胎 长得很可爱 当万灵母女看到生下的孩子 大说了一口气 白一少年看着两人 问道 灵儿 你和娘在担心什么 万灵白了她一眼 后说道 你说呢 我还以为要做两条蛇的娘呢 万灵说完后 也有些不好意思 三人沉默了一会儿 后一起笑了起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